你一观没有破 怎么去研究 研究不到 为什么 研究的那个心是第六意识 分别性 研究经教能不能出轮回 没这个道理 你用轮回心研究佛教 佛教也是轮回教 记住一句话 一切法从心相生 我们是什么样的心 就生什么样的法 你用轮回心看《大藏经》 《大藏经》是轮回法 是六道里面的善法 修得再好 你将来都是生六道二十八成天 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要知道 谁修惯了 心要细密 心要清净 真正清净平等 修观才会有成就 没有清净平等心 修观就非常之难 孤不如 池民之方便 一心 不问上至下狱 无论苦乐盲闲 人人能念 顾顾可行 这就是 池民这个法门 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 真方便 上至 池民将口 祝佛菩萨 祖师大德 下狱 农村里面 阿公阿婆 不认识资 没听过经 那什么也不懂 人家交谈那句 阿弥陀佛 他有善根 他就相信 他真干 结果也 往生 也成功 无论苦乐盲闲 人人能念 顾顾可行 四中念佛 持名书神 末后这种 十下念佛 原理 生灭 有 能所 颜色 明字 星云 灯下 原理 我们一看 通是生灭 那这个 生灭 是相对的 有 无 是相对的 能所 是相对的 群 是相对的 相对的 离开了 那是什么呢 入不二 发门了 对 对 十下念佛 确实 不识入 不二 发门了 他没有办法 修啊 所以 十下念佛 是谁修呢 念佛的功夫 尽死烦恼 断了 尘杀烦恼 断了 无名烦恼 破一分了 超越 十法界 他生到 十报 专业图 海宁门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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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叫 十下念佛 十下念佛 是 理业心不乱了 讲业心不乱的时候 四业心 理业心 理业心不乱了 身 十报 专业图 那我们就想得 十报 专业图里面的 发生大死 他们念阿弥陀佛 那都是十下念佛 所以现在 我们做不到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做到了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 本愿微生 加持 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也做阿维悦志 菩萨 阿维悦志 菩萨念佛 是十下念佛 妙不可言阿弥陀佛 怎么叫十下呢 这底下有几句解释 专念自信 本居天真之佛 这都要 不齐心 不动念 自信 现前的境界 齐心 动念 这个境界 境界 不能现前 但一众生 未出轮回 生灭之心 念念相续 这是六道众生的 没法子修典 如原觉今云 未出轮回 而变原觉 比原觉心 即通流转 若免轮回 无有是处 未出轮回 六道众生 未出轮回 你要想辨别原觉 原觉是圆满的大觉 如来究竟果得了 我们今天 六道轮回 我们研究原觉 我们分别原觉 我们想理解原觉 能不能做到 为什么呢 原觉性呢 跟轮回性 混在一起了 流转 就是轮回 实在讲 轮回性 跟原觉性 是一不是二 迷疗 迷疗 叫轮回性 物疗 叫原觉性 破迷开悟才行啊 你一关没有破 怎么去研究 研究不到 为什么 研究的那个心 是第六意识 分别性 第六意识的 功能 真的不可思议 大乘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他对外 能源 虚空发现 对内呢 能源 就是原不到自信 原觉性 是自信 原不到 纵然 你在佛经上 看到原觉性 原觉性 还是 跟轮回性 一样的意思 他已经变成轮回了 这就是 没有真实功夫 我们每天在研究 经教 研究经教 能不能出轮回 没这个道理 你用轮回性 研究佛教 佛教也是轮回教 记住一句话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我们是什么样的心 就生什么样的法 你用轮回性 看大藏经 大藏经是轮回法 是六道里面的善法 修得再好 你将来都是生 六道二十八成天 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要知道 那怎么出六道轮回呢 放下分别执着 就超越轮回了 就超越六道了 还用分别执着心的时候 出不了六道 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 佛在经上的话了 句句都是真话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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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